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温和 也很懂得包容的人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变得特别的强势 一点小细节都要和我去计较 在一起之前 我以为她的性格开朗只是对我 可是在一起之后 我才感觉 她对身边每一个异性都很好 她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受 我虽然是喜欢有一点男友力的男生 但她的男友力却让我感到特别的吓人 她对我好的时候是真的很好 但是一强势起来 又让我接受不了 我很想努力去改变她 可我越约束她 她就越叛逆 变本加厉地和我对着干 我所做的明明是为我们这段感情好 为什么她就不能理解呢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马先生27岁来自山西设计师 有请小马 王女士24岁来自山西教师 有请小王 欢迎两位啊 大男子主义是吧 对 看不出来啊 我刚开始也没看出来 就是在一块时间久了之后 这久是指多久啊 我们两个其实认识了 时间长有快两年了 但是其实在一起的时间 也就七八个月 开始你还说挺喜欢大男子主义啊 我所指的大男子主义 就是现在女孩她都喜欢那种 比较有男有力的男孩子 就是她这个大男子主义过于的强势 男有力是吧 对对对 你听过这词吗 就展现出一个男朋友应该有的力量 对对对 就这意思啊 你看现在女孩子谈恋爱 行 往下说 主要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挺好 她对我也挺好 现在的话 时间长了的话 就是她变得特别的强势 就是过于大男子主义 感觉和她相处的时候 我特别地累 不能忤逆她的任何一点 对 你能举点例子让我们 有 特别多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我单位是五点钟下班 她约了我是五点半的时候 在我们单位门口旁边那个超市里 买点东西 走到超市的时候 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 是五点三十二分 就因为我迟到了两分钟 她在超市门口那么多人 然后就开始指责我 是那样吗 那不是那样吗 从你学校走到超市 满购能用多长时间 最多十五分钟了吧 对啊 我都给你留出来那么多的时间 我都让你五点半到 不是 你在干嘛 那么多的时间 那你在那干嘛呀 你和男同事们这样那样的 什么叫我和男同事们 你怎么总是还扯这些 有的没的事 我问一下 你们是准备干嘛呀 就是去超市买点东西 那你抽什么疯啊 那他到了门口那就说 那我怎么了 就是没有男同事 不就两分钟而已吗 他生气的点是 他是怕我下了班之后 在单位和其他男同事 打打闹闹说说 对啊 完工十五分钟就能到 我已经给你留了 多留出来十五分钟的时间 那我不可能五点一到 我开门就走 怎么可能 这事你还跟他解释吗 像这种情况 你应该翻身就走 翻身走得多了 还有一次的时候 就是说好了 我说这两天 因为大家工作也忙 好久没见了 不然咱们抽一天 然后来我家吧 咱们一块包饺子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嘛 一起包饺子煮饺子 看电视很幸福 然后但是那天呢 他突然呆为了点急事 他七点半给我发微信 他说我那个 可能没法准时下班 要不然你先包吧 然后当时我就想着 我既然要等他 不管多晚 我都要等他 结果他九点多 一进门就开始质问我 你为什么一个饺子 都没有包啊 你为什么总要等我 为什么都是我在照顾你 你就不能做一点什么事吗 然后就特别地凶 你说好的包好的饺子呢 对啊 我明明在微信当中 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就别等我了 你先包了吃 我就吃点凉的 吃点剩的也可以 可是我就是想和你一起 可是他一回去 就在那儿开着电视 在那儿玩游戏 天天打游戏 游戏上边只有一个女同事 其他都是男的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 就是女人 那我又没有只和一个男孩玩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最后没有 因为这个事吵完就结束了 他把那个饺子盆 特别生气 拿起来全都摔了 我就怕他会打我 我就跟他提出分手 他第一反应不是来安慰我 而是去反锁门 他就是怕我走 你在这儿叨叨好人 你是怎么说的 动不动 口头上就是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你有病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包饺子 一生气就这样 特别倔 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 不是因为我想了你一块 你看他话就话敢话 我就平时在我们两个 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就很少有这样 说话的机会 他说我强势 我还觉得他强势呢 上次你当我朋友去 或者你直接把我拉走 你还记得吗 你跟我发视频 你说这男的挺帅的 工作也挺好的 什么我给你发视频 就是我们朋友 那你去找他去 你好好说行不行 在一块吃饭 那些人你都认识吧 那去了你非要跟我视频 就只有一个男孩 你没见过 你问我他是谁 我说那是朋友 带来的朋友 我那是开玩笑的 我说挺帅的 工作也好什么的 那你后来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电话也不接啊 那是因为我没有听到 那你也不能 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可能干什么 那么多人 又不是光我们两个人 你怎么总是还幻想啊 不是这一次两次了 而且你当着那么多人面 直接过来把我拉走 搞得我也很尴尬 你真的太强 是太大难的主意了 可是我在你这儿 我就没有觉得 你把我当成为什么 为什么 你把我当成为什么 中文字幕——YK